我們那時候在找濾水器的時候 最主要就是它要能夠控溫 然後要能夠控量 主要是它要能夠支援110的電源插頭 再加上我希望它有一個無線控制面板 它有順熱模式、順冰模式 然後可以出常溫水模式 畢竟它沒有水缸的嘛 所以它水基本上就是過濾以後 然後可以直出 而且這一次的遙控器終於升級成 來給大家看一下 充電版面的有沒有 USB Type-C的接頭 對 嗨 哈囉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KK的生活頻道 那我們今天呢 又來到我的一個小空間 然後就是廚房 沒錯 好 那我在廚房呢 也只有兩件事啦 第一個就是做菜嘛 第二個就是做家電開箱嘛 那今天不是做菜好不好 因為我知道大家都不喜歡看我做菜 為什麼我覺得我做菜沒有人看呢 可是其實我個人還蠻喜歡下廚的啦 好不好 下次我再想一個有什麼梗 然後再來跟大家做一個 料理的一個分享好了 那不過今天沒關係好不好 我們現在大家喜歡的一個環節 就是家電開箱啦 那之前有看過我頻道的影片的朋友們 應該也知道 我在廚房 花了不少心思在升級 尤其是這個檯面 有沒有 我最自滿的一個檯面 到現在 還是有很多人來問我說 我這檯面到底怎麼安裝的 還有人留言說 欸 他一樣 學我去買的水槽 然後想要叫師傅幫他安裝檯面 然後呢 師傅一樣不理他 好不好 那支影片大家可以看 為什麼師傅不理你 因為他串的錢少啊 對啊 他 你買你自己買的水槽 你還想跟他買檯面他沒有賺啊 所以他根本不想理你啊 拜託 這個 這個東西真的是 我覺得可以找到好的師傅來裝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啦 好不好 好 另外呢 就是我之前 大概在一年半以前 我也 在廚房升級一個東西 就是 淨水器 那 淨水器這東西呢 其實 之前建商有付 那付的東西就是那種爛爛的 就是那種 呃 只是水打開 他只是幫你用一倒 然後幫你過濾而已 好的那種東西 那 當然水會喝的不安心啊 是不是 那 那再加上我那時候小孩剛出生 然後我泡奶的一個需求 那時候 我就很下心來 好 幫 我的 淨水器做一個升級 我大概是安裝了一年多的這個 Clear的淨水器啊 那 當初有看我上一支影片的朋友們呢 應該知道就是 我買了這台淨水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看他就是可以 控溫控量 我覺得這個東西對於 有小朋友的家長來說 泡奶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時候 因為我在沒有安裝這台之前 我是用那個熱水谷直接燒 那燒完就是100度嘛 那基本上要控溫呢 其實很麻煩 因為 你要讓奶可以 每次都是一樣的溫度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滿考驗爸爸媽媽的功力啦 所以 大家如果有小孩的家庭 應該會選擇買一台就是可以 控溫的 進水器吧 所以我當初就是這樣想的 那後來去裝了那個 Clear的濾水器以後啊 那 就是開啟我的一個新天地啦 就是 喔 我們那時候在找濾水器的時候 就是最主要就是 它要能夠控溫 然後要能夠 控量 那主要是呢 它要能夠支援 110的電源插頭 然後再加上 我希望它有一個那個 無線控制面板 那使用一年多下來呢 我個人覺得 產品本身其實也蠻好用的 那其實 斷斷續續的 我也是有在看市面上啊 就是一些 同規格的產品啊 其實 到現在為止啊 也只有他們家的廠商 的東西可以滿足我的需求 那不過呢 我前陣子發現啊 他們家 竟然出二代 好 那其實二代的產品呢 對於一代 它進化了蠻多的一個部分 像是這一次二代 CLAIR EVO的機種 那新的機種呢 它其實蠻多東西 又更吸引我了 第一點就是 它 有 冰水 因為之前在上一代的機器 就是CLAIR ONE 如果你要冰水的話 它只能裝 就是 除上型的 就是桌上型的那種 浸水器啦 就是直接放在上面 然後插點的 它不能裝這種就是 直接是一個管子 然後就是放在櫥下 真的叫做櫥下型 好 就是那時候 只有一代才有冰水 那這一次呢 二代就是進化到了 可以直接出冰水 就很吸引我了 因為我這個人是 平常在家裡呢 就是很愛喝冰水的人 那 呵呵呵呵呵 哈哈哈哈哈哈 好再來第二點呢 就是它二代的機種啊 更小了 而且呢 沒有水箱的設計 但沒有水箱設計的好處在哪裡呢 就是 可以更省電 而且可以更省�下空間 因為大家知道就是我廚房就是這麼小 所以我很多東西呢 其實都是塞在那個水槽下面 所以我下面都會放一些東西 那基本上呢 這台機器啊 大概就吃掉我大概三分之一的位置了 因為它是有一個儲水箱的 不過呢 這一次 Clear Evo 它這一次二代啊 它也是順了 而且是順兵的機種 我後來就想一想啊 就想說 就是還是有一點點 嗯 心癢癢的 想要升級啦 好那我就在看了他們官網的一些介紹呢 我就說好吧 就很下心來又下定 好那等一下呢 祭司啊就要來我們家安裝了啦 那就看 等一下安裝的過程 然後我再來跟大家分享 安裝過後的一個結果吧 我們快點先把東西拿出來 好現在要先把救濟給拆掉啦 好那我後來發現 就是這個祭司啊 跟一年多前來我家安裝祭司啊 是同一位 好那他的手法呢 我個人覺得還蠻細心的啦 都有照著公司標準的SOP 來幫我家進行安裝 那看他安裝的手法啊 我個人認為是蠻熟練 而且很細心很純熟啊 給我一種就是那種日本職人 施工的一種感覺啊 另外啊 我們在詢問一些問題上啊 祭司也很親切的告訴我們答案 回答我們一些問題 就為什麼上一代的機器 他只有桌上行可以就是有冷水啊 因為第一代他有一個鋼體 然後他的製冰方式是用自冷晶片 那自冷晶片他的降溫方式是用自然降溫 就是空氣流通去做降溫 那如果你的空氣如果無法流通 那那個自冷晶片降溫出就能發行 放在除下基本上等於是沒用 所以二代不是 二代是用水冷的方式 因為我看他已經不用 他已經不用散熱了 他用水冷的方式 就是在出冰水的時候 他會讓水在機器裡面去做流動 有點降溫的概念 但是一樣不能就是太大量的做出水 所以它還是有一定的限制 好 了解 好 我們的機器終於裝完了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剛剛看到影片了 超小台的有沒有 跟原本大台的比起來 真的真的是差滿多的耶 而且這個設計真的滿好笑的 這二代的設計啊 害我一直以為前面是個插口 有點像那個什麼 阿倫 大家知道阿倫嗎 我講阿倫通過的人不知道 那一樣啊 就是他也有跟我們講說 就是換濾心的話也是一樣 這邊拉起來就可以換 比一代還要方便啦 然後一樣是軟水的濾心 而且這樣空間變得很小啊 就是除下的空間 終於是可以發揮一點點就是容量 不然之前真的是 佔了三分之一 真的是滿大的 而且這一次他剛有說了滿多模式 就是他有順熱模式 順冰模式 然後可以出常溫水模式 畢竟他沒有水缸的嘛 所以他水呢 基本上就是過濾以後 然後可以直出 那常溫水的水溫呢 其實跟之前的大小一樣 那因為我這台是110的關係 所以在熱水跟冷水的部分呢 就會稍微小一點點 那不過呢 我是覺得 個人是覺得啦 就是常溫水 還是比較重要啦 好那我們在泡奶之前啊 先來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ClearEvo的面板操作方式 那在使用之前呢 我們先可以按這個水滴鍵 喚醒面板 那等面板亮起後呢 就可以點這邊的數字按鈕 然後決定他的溫度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最低 可以從10 然後到99 都可以去設定他的溫度 然後按下這個切換鍵 我就可以直接切換他的水量大小啦 有沒有 譬如說我要10mol 然後按下去 那這邊就會出水了 好有沒有10mol 就一下子就出完了 那面板的側邊呢 這邊有情境可以調整啦 像我有調整這種熱水 然後泡茶的溫度 然後像是泡奶的設定 70度啊 然後這邊有冰水 四種快捷鍵 那其實呢 他還有其他組快捷鍵 像我如果設1 這邊就有25度C 然後200mol可以出來 然後2 就可以設定其他的 有沒有 這邊都是空的 你就可以長按他的按鈕啊 你看喔 這樣長按 好 他就可以設定 譬如說 我這邊要50度 然後這邊要出300 然後再按住不放 好 這樣我在長按的時候呢 你看喔 1 剛的25度 2 就是我剛設定的50度啦 就這樣子 好 那以我現在呢 要模擬泡奶的環境的話呢 我先拿一個來賓 來試試看啦 好 就像我現在要泡奶的話嘛 我就會習慣先加 呃 70度 120mol的熱水 好 按下去 看一下 好然後 因為畢竟醫生有說就是 70度的水溫泡奶呢 會比較剛好 然後等我好了以後 然後再按 再按常溫水 這樣25度 然後80mol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差不多就是 一杯奶的一個溫度啦 好 這樣喝起來呢 其實也 好 差不多 比較習慣 然後他平常喝奶的一個溫度 好 那再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如果我要喝一般水的話 假設我今天喝冰水好了 我就按冰水按鈕 然後直接按下去 然後就會直接出冰水啦 那 因為呢 我有跟大家講過嘛 因為是110mol的電壓 那他雖然可以出冰水 那不過他的水量還是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如果你真的 在裝潢的時候啊 一定要記得 就是請 不然是公班啊 還是你裝潢的師傅啊 設計師啊 一定要幫你預留在廚房 有220mol的線 因為有220mol的線呢 你未來想要裝什麼東西啊 才會比較方便啊 然後也有東西 才比較多的選擇啦 這樣子 好好就稍微喝一下這個冰水吧 真的是可以少放一些冰塊 而且他的冰也不是那種 因為他畢竟他出的水是10度 就是比冷水再稍微冷一點啦 不像是我們冰塊直接丟進去那種 有的人說冰水喝太多對身體不好 那如果你可是你又不想要喝溫水 或是常溫水的話 我覺得10度算是一個比較適合入口 然後你又會比較喝得心安理得啦 的溫度啦 所以比較像是就是去便利商店 然後買人飲出來飲料的溫度 他不是那種死冰死冰的那種感覺 好那就是這一次呢跟大家分享啊 這個Clear二代啊 Evo的機器啊的分享跟介紹啦 因為這一次的順冰技術呢 真的是蠻吸引我的 尤其是我們家呢 常常喜歡喝冰水 然後又很喜歡裝冰塊的 我覺得這一次啊 可以直接出冰水啊 我覺得算是不錯的一個進化 而且我剛剛有跟他們祭司聊啊 因為之前一代像是大家有看我影片嗎 會遇到一些問題 他們的客服其實非常注重消費者的聲音 而且報修也很快 在服務方面我真的覺得Clear這家廠商 真的是沒話說 而且剛剛也有跟祭司聊 其實他們的祭司都是原廠的祭司 然後他們收到訊息之後啊 其實都會在第一時間趕快派工 然後來你家看看有什麼問題 就是他們還蠻注重消費者的聲音的啦 而且他們在安裝的過程中啊 其實我個人覺得祭司非常非常的細心 我個人在台灣看過那麼多就是 安裝的師傅或什麼的啦 我覺得Clear的師傅算是非常的 對我來說就是非常的日系 包括他剛剛也在我的這邊 他也是幫我整理乾淨了以後 然後才走 我個人認為就是 台灣的安裝師傅很少有這種 水平這種水準的啦 那再來就是產品部分的問題啦 那以我個人是一代的使用者來講 我之前有遇到一些問題 我在跟官方反應過後 其實他們也很快來幫我修理 那我之前也修過一個 譬如說什麼 好像是一個熱感應器吧 就是它會影響出水 會斷水的一個問題 他們也很快速的幫我修好 所以我這一次呢才會想說 好吧那就來升級二代吧 因為它的功能呢 算是也蠻吸引我的啦 就包括它一樣有空溫 然後有順熱 然後甚至還有製冰 而且這一次遙控器啊 終於升級成來給大家看一下 充電版面了有沒有 USB Type-C的接頭 對 之前有需要 比如說大概兩個月就要換一次電池的情況 那這一次呢就不用了 就直接用充電電池 也比較環保啦 所以對我一個一代的使用者 這樣使用下來啊 我個人還是會想說 要把這一次的機器升級到二代啦 好啦 希望我們頻道的朋友 幫我們鼓勵幫我們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跟開啟小鈴鐺 那我之後呢也有一些 房屋的開箱啊 一些教練的開箱啊 再來花時間 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啦 掰掰 來吧 各位拍見 好久不短的 會別忘了 我們在這裡 有的話